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每一个人惧怕的事物有所不同 有的人怕黑 怕高 那有人怕蟑螂 有人怕壁虎 那这些恐惧到底源自于哪里呢 那么另外呢 恐惧这种情绪对我们有什么用 是否一定要克服呢 最后一集的喜怒哀剧 带大家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恐惧 蜿蜒爬行的蛇 毛茸茸的蜘蛛 许多人看了会感到害怕 这种恐惧是天生的吗 海外有项研究让六个月大的婴儿 看不同动植物的照片 实验发现婴儿在看到蛇和蜘蛛的图片时 瞳孔放得更大 蜘蛛的反应是比较大 但这个大的反应不一定是代表 他们是紧张还是害怕 你可以说这个研究的结果 就是说我觉得了 就是这个小朋友 这个婴儿没有看过这些东西 所以第一次看 就发现是什么来的 他们的兴趣是变得很大的 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但是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说 你可以从Evolutionary Psychology去看 因为祖先过去的时代 人类的99%多%的历史里 这种危险常常出现 经常几乎每天都有蜘蛛 蛇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进化到害怕 可以伤害我们的这些事物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 我们所害怕的事物 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我们的大脑系统 这个心理系统 都是从这个过去200多万年 这段时间进化出来的 所以还没有 很多方面没有更新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变得很快 因为高科技发展得很快 就几十年 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完全变了 但是我们没有跟上 这个脑大的 这个大脑的里面的系统 根本没有跟上 大部分我们害怕的东西 多半是天然的 蛇 蜘蛛 高处 黑暗地方 陌生人 其实我们不容易学会 害怕现代的人造的东西 不天然的东西 我们这个店的插头 还有车子 还有酒 烟 这些东西会害人 比蛇和蜘蛛还多 但是没有人怕这些东西 因为99.9%的人类的历史 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东西 所以没有这种系统 心理学界对于人类的恐惧 目前并没有一个 一致认同的观点 基因在我们心理学上 是扮演着角色 可是这角色的成分 在不同的情况底下也不同 就好像我们说的双胞胎 它们不等于说一个双胞胎 有某某性的疾病 另一个双胞胎一定会有的 所以基因我们不能否认 可是不等于说基因就是 完全引起精神疾病 或是引起这个 主持就所谓的恐惧的 最大的要点 有一些恐惧是我们 可能是我们天上已经有的 但是很多的恐惧是我们 出生之后去学到的 比方说我知道 我是很害怕蟑螂的 然后我可以记得 exact moment 我为什么我害怕蟑螂 在我很小的时候 一只飞的蟑螂 飞到我的家里 降落在我妈妈的头发里面 它是跳起 然后大叫 我看着她 我认为 我的天啊 什么事 然后这就让我 变得害怕蟑螂 其实天生有的恐惧 只有两种 一个是恐惧跌倒 一个是恐惧巨大的声音 所以我们其实天生 就只有这两个恐惧 是Hotwired 进入我们的头脑 其他的恐惧 都是后天性的 都是学习我们周围 环境里面 我们看到什么 别人怎么样的去反应 学习来的 90年代 科学家发现 有一名女子 由于疾病导致脑部的 性人核受损 她在看到摸到蛇和蜘蛛 经过鬼屋 看恐怖片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害怕的迹象 其实恐惧也就是 所谓的好处 就是让我们避免 逃避一些比较危险的环境 我们也不可能是 冒冒然地去触摸一个狮子 或是一个老虎 恐惧过程非常重要 因为恐惧的原因 是要教导我们说 什么是危险的 所以这是会帮我们的生存能力最高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那我们就不会去反应 我们也不会有自然 Fight Flight Response的去反应 我们就不能保护自己 恐惧帮我们规避风险 也可能阻碍我们勇敢面对 我们要怎么拿捏呢 就是你可以有冒险的真识 但是你冒险的时候 你也要去碰盾 那冒险的后果是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的危机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想 就盲目地去冒险 你的后果可能是很重要 我本身是不会去玩货商车 因为我觉得说 很刺激吧 这年轻人来说 可是对我来讲 我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处 可是张领事说 若是你工作需要搭飞机的话 你完全不敢坐飞机的话 现在不可能说游泳过去 或是坐船过去 对吧 所以我们也说 有些东西我们得克服 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不需要克服 选择稳妥 也许可以避免意外 选择冒险 或许会有新的可能 了解自己为什么害怕 是否需要克服 我们才会清楚 下一步 该怎么做 好 今天的《诗称有约》就播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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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